范冰冰 范冰冰出行某活动,她穿着某品牌,2020年的新款春装,一身粉红色的西装,让范冰冰看起来更加的年轻。范冰冰输着简单的马尾辫,看起来简单又干练。 范冰冰是娱乐圈的大牌女星,一举一动都会被爱见时刻关注着,尤其是感情问题,一直是媒体重点关注的对象。 12月8日,有道媒报道称,范冰冰与71岁富豪结婚,而且还已经怀孕了。 报道晒出了范冰冰和富豪同框的亲密照,虽然照片打上了马赛克,但是依旧能看出来这位71岁的富豪满头白发,看上去非常的老。 看到两人的照片,网友纷纷感叹,没想到我们一向霸气的范冰,竟喜欢这种爷爷型的。 前几天,范冰冰线,生机场,小富威威隆起,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。 从媒体晒出的照片中可以看出,范冰冰富豪隆起,颇有孕妇的感觉。 所以,港媒的爆料,也是引起很多网友热记。 这件事给范冰冰的名誉,还是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。 为了澄清怀孕的传闻,范冰冰工作室发文称,都是能吃热的货,国外食物热量更高,请你辛苦工作的同时,也控制下自己的食量,烫杂。 此外,其工作室还配了一张范冰冰剧照吃东西的照片,机智化解还原仪式。 照片中,用了范冰冰前后对比剧照调侃范冰冰,是因为吃的太多,才变胖的。 至于说,71岁富豪,消息又是港媒编造的不实消息,以此来抹黑范冰冰的。 范冰冰一直被称为娱乐圈威胖界的女神。 经历了一段波折后,参售身成功。 如今,事业节节高升,心情好,偶尔不控制饮食泡店,饮食友情可原。 既然工作室也已经做出回应了,希望大家可以理性看。 但这件事情,以免给范冰冰带来不必要的困扰。 既然工作室也已经做出回应了。 既然是它应该好。 既然是预算的。 既然是预算的,也就是预算的。 既然是预算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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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既然和歌不共度培照。 感谢观看